扎波罗热俄军第1440团发生兵变 俄军10月战损创全面战争以来之罪 朝鲜外相称俄朝关系正在达到无敌军事伙伴关系水平 俄罗斯对谷歌开除35位数的天价罚单 2024年11月1日 今天是俄乌战争第982天 根据乌总参公布的最新数据 在过去的24小时里 俄罗斯军队共损失1460人 坦克6辆 装甲车20辆 火炮26门 特种装备9套 军用卡车77辆 过去一个月 俄军的伤亡人数从9月30日的653060 飙升自10月31日的694950 竞增41890人 单月日均1351人 超越9月的日均1291人 成为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巴赫木特战役 和阿夫迪夫卡战役时的高潮 并据乌克兰国防部报告 2024年10月 乌克兰国防军摧毁了自全面入侵 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敌方装甲战车 923辆 整个10月 无论是战争烈度 双方损失都达到了俄乌战争的顶点 随着冬季的到来 俄军必然无法维持这样的高烈度进攻 一如既往先来看一下战场方面的最新进展 乌克兰战场最新进展 哈尔科夫边境区域 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区域组织了三次战术进攻 被乌军所击退 11月1日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州北部进行有限进攻的同时 乌克兰军队最近在沃夫昌斯克中部小幅推进 11月1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 乌克兰军队占领了沃夫昌斯克中部 泽尔诺瓦街的俄罗斯阵地 这也间接证实俄罗斯军队此前也曾推进到泽尔诺瓦街 10月31日和11月1日 俄罗斯军队继续在雷普齐附近 沃夫昌斯克内 以及沃夫昌斯基库托里附近发动地面攻击 库比扬斯克区域 根据最新战况 双方在彼得罗巴弗利夫卡 克里斯尼科夫卡 扎格里佐沃 洛佐瓦 别列斯托沃和维什涅沃等多个区域有15次战斗 11月1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 俄军在彼得罗巴弗利夫卡西部和特尔内东北部内 小幅推进 俄罗斯国防部11月1日声称 俄军占领克鲁赫利亚基夫卡 扎波罗热 大诺沃西尔卡方向 双方新达尼夫卡区域有两次交火 乌军击退俄军进攻 10月31日和11月1日 扎波罗热州西部 包括新达尼利夫卡附近的战斗仍在继续 据报道 俄罗斯第42摩托化步枪师在扎波罗热方向行动 基辅邮报称 俄罗斯第1440摩托化步枪团在扎波罗热发生兵变 士兵反对人肉冲锋 拒绝参加进攻 参与兵变的士兵目前已被军方抓了起来 赫尔松左岸区域双方在地涅薄河流域三角洲有四次小规模的交火 10月31日和11月1日 俄军继续对赫尔松州左岸发动有限地面攻击 但尚未确认前线发生任何变化 据报道 俄罗斯BARS-33支队和第80摩托化步枪旅的部分部队在赫尔松方向作战 在顿涅茨克州方向 恰索夫亚尔区域根据双方最新战报和视频分析 俄军在恰索夫亚尔东侧的若夫涅维区域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战术试探 遭到乌军火力打击未取得任何进展 该区域的战斗实在没有太多报道的 俄军隔三差五打两下 乌军也没有组织反击的动作 在恰索夫亚尔方向作战的乌克兰旅副指挥官报告称 俄军每天都会分小组发动攻击 乌克兰卢干斯克部队发言人阿纳斯塔西亚 伯伯夫尼科娃少校报告称 俄军以两到三人为一组攻击乌克兰阵地 并躲在散兵坑或地下室中 然后迅速组织下一次进攻 托列茨克方向 双方在托列茨克市区有三次小规模交火 控制线基本没变 在托列茨克方向作战的乌克兰营副参谋长报告说 由于俄军正在修整并补充人员损失 该地区俄军步兵进攻速度最近有所放缓 并据报道 俄罗斯第132摩托化步枪旅和第一 斯拉夫旅的部分部队继续在托列茨克及其附近地区展开行动 利曼 克里米纳 谢维尔斯克方向 乌军在卡特里尼夫卡 斯特波沃伊 格列科夫卡 特尔尼和谢尔布良卡斯林区击退俄军21次进攻 波克洛夫斯克方向战斗比较激烈 双方交火35次 战斗主要围绕在新托列茨克 米尔诺赫拉德 米罗刘比夫卡 普罗明 利斯夫卡 普罗明区域和米尔诺赫拉德区域 俄军攻势较猛 控制区域暂无大的变化 波克洛夫斯克方向的乌军防线较为坚固 该方向的乌军利用无人机和火炮优势不断展开防守反击 击杀了大量俄军 战场上的乌军战术简单而有效 通过反坦克地雷与无人机摧毁或持制俄军装甲单位 迫使其冲动步兵暴露出来 几方的步兵战车迅速上前补刀 在歼灭俄军冲动步兵后又快速撤退 避免遭到炮火覆盖 库拉西夫卡区域的战况有变化 根据前线最新战斗视频和图片分析 正如昨天小编在战报中的判断一致 乌军已经快速从库拉西夫卡区域撤离 目前在伊尔林卡和沃夫琴卡区域组织防御 谢利多沃区域 双方在戈里夫卡村南侧有多次交火 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实施战术试探 新纪米特利夫卡 新谢利基夫卡 克里米纳布尔卡 俄军组织了十多次步兵战术进攻 均被乌军击退 在过去24小时里 库拉霍维区域无疑是乌东前线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 负责该地区防守的是乌军第79旅 第58旅和第46旅 两路俄军目前正在向库拉霍维全力突进 从南面矿工镇推进的是俄军第8级团军两个旅 从东面马林卡方向推进的是俄第51级团军一步 截至昨天下午18点 东路俄军第51级团军已抵达库拉霍维东郊 对乌军外警戒阵地形成了极大的战术压迫 由于背靠沃夫茶水库 乌军第46旅的迂回空间目前变得越来越小 在南顿涅茨克区域 乌军已经放弃新乌克兰卡村的防御阵地 并后撤至马克西姆米夫卡 克鲁多维 矿工村附近 安东诺夫卡 伊利扎维提夫卡等多个乌军阵地 也遭到俄军多轮进攻 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 俄罗斯人继续向北推进 双方的初步报告都证实 俄军已经控制了洛夫坤卡 目前战斗已经在Trudov南部打响 与此同时 第48独立突击营在Zalotanaywa成功突围 此前他们在这里阻挡了 向沙赫塔尔斯克推进的 俄军机械化纵队两个星期 尽管看起来 俄军在本周里攻势猛烈 拿到了196.1平方公里战场收益 但人员与装备损失极其严重 在双方的接触线上 俄军尸体被炸飞的坦克炮塔 以及燃烧的装甲随处可见 特别是库拉索和塞利托夫 一些战斗白热化地区 俄军装备的残骸 甚至扎堆存在 库尔斯克战场最新进展 库尔斯克前线 双方继续处于对峙模式 双方继续在西伊万诺夫卡村附近 有小规模的战斗 其他区域都是无人机打击 和零星炮击为主 整个库尔斯克战区的战斗 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俄乌战场今日热榜消息 是在库尔斯克作战的乌克兰军队 第47机械化旅主动出击 使用海马斯系统 摧毁了朝鲜军团先遣队的驻扎营地 除一名重伤的朝鲜士兵俘虏外 其余40名人遭到了团灭 这一消息虽被俄方否认 乌克兰官方也没有进行深度报道 但依然被国内外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称 朝鲜不仅派出了正规军 还派遣了三名将军 率领500名军官前往俄罗斯 率先进入俄罗斯的风暴军团 有8000人 根据乌克兰政府公布的名单 这三名将军是金永福 李昌浩和金星哲三大盟将 其中 金永福为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 以及特种部队司令 乌克兰代表团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中表示 朝鲜军队将按照计划分成五个编队 纳入俄罗斯军队 以便隐藏 每个编队有2000至3000名朝鲜士兵组成 目前 朝鲜已派出1万多人支援俄罗斯 相信这只是开始 不要忘记朝鲜有132万线一军人 后备亿56万人 打发朝鲜只派出10万人参战 对于缺乏装备和关键性武器的乌克兰来说 都是十分严重的 空袭方面最新消息 俄罗斯消息人士于11月1日声称 乌克兰军队在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间 对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俄罗斯军队在库尔斯克 布良斯克 沃罗涅日 奥料尔和别尔哥罗德州上空 击落了83架乌克兰无人机 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巴什克尔托斯坦 共和国乌法的一个燃料和能源综合体 并击中了斯塔夫罗布尔边疆区的一座油库 但没有损坏 不过袭击的镜头显示 斯塔夫罗布尔边疆区的油库发生了火灾 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间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 进行了一系列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据乌克兰空军报告 俄罗斯军队从占领的赫尔松州上空 发射了三枚KH-5969巡航导弹 并从奥利尔州和库尔斯克州发射了48架无人机 包括Shahed型无人机和其他不明类型的无人机 乌克兰空军报告称 乌克兰军队在基洛夫格勒、基辅、切尔卡瑟、文尼查、日托米尔、赫梅利尼茨基、苏美、切尔尼哥夫、奥德萨和波尔塔瓦州 击落了31架无人机 14架俄罗斯无人机失踪 大概是被乌克兰的电子战系统所拦截 还有三架无人机飞入白俄罗斯领空 据乌克兰空军报告 乌克兰军队还击落了一枚KH-5969导弹 另外两枚导弹由于乌克兰的反制措施而没有击中预定目标 乌克兰空军报告称 落下的俄罗斯无人机残骸击中了波尔塔瓦、切尔卡瑟、基辅 和奥德萨州的多家民用企业和住宅楼 切尔卡瑟州负责人伊霍尔·塔布列斯表示 俄罗斯无人机破坏了几栋公寓楼 摧毁了一座未知名的建筑 并袭击了切尔卡瑟州 佐洛托诺沙附近的一家国有企业 波尔塔瓦州军事管理局报告称 俄罗斯无人机损坏了该州的住宅楼 乌克兰紧急服务部门报告称 俄罗斯导弹袭击了奥德萨市的一座消防站 白俄罗斯独立监测组织哈琼计划 于11月1日报告称 10月31日夜间至11月1日 俄罗斯无人机进入白俄罗斯切尔尼戈夫州 柳别奇附近领空 并向西北飞向白俄罗斯东南部的霍伊尼基和墨基里 白俄罗斯军队出动了一架白俄罗斯空军战斗机 回应俄罗斯无人机 哈琼计划报告称 自2024年7月以来 已有106架沙赫德无人机和一架海鹰 使侦查无人机进入白俄罗斯领空 进入白俄罗斯领空的沙赫德无人机数量显著增加 从2024年7月的9架增加到2024年10月的49架 战场之外最新消息 新闻周刊10月31日援引英国国防部与乌克兰军方数据 俄罗斯军队2024年10月创下了乌克兰战争全面爆发以来 士兵装甲车、火炮、军车月度损耗的历史记录 英国陆军总参谋长托尼·拉达金指出 俄罗斯军队10月份死亡士兵人数约为40500人 打破了2024年5月创下的38.940人最高纪录 从而使伤亡总数飙升到了693.640人 俄军10月份损失装甲战车903辆 打破了2022年3月战争之初的889辆记录 损失总数达到18.450辆 俄军10月份火炮损失2017门 截至31日累计火炮损失达到20013门 俄军10月份汽车设备损失达到2340辆 打破了7月份2103辆的记录 损失汽车总数已达到27.840辆 法新社报道称 俄军10月份的领土收益为478平方公里 同样为历史之岁 平均每平方公里死亡84人 对于并不缺乏土地的俄罗斯而言 生命如草剑 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利特维年科29日 在最高拉达会议上宣布 乌克兰将在征兆16万人加入武装部队 其中6万人用于补充前线部队 10万人作为预备役 征兆年龄依然为25岁以上 如此一来 乌军总兵力将增加到105万 进入世界百万大军的国家行列 一些网友发出疑问 乌军的兵力看起并不少 为何总是在战场上捉襟见肘 主要因为 一 乌军实行轮换作战制度 修整人员数量占比总兵力的六分之一左右 二 乌军在乌白边境部署了12万人 防范白俄罗斯 战争爆发后 俄军借到白俄兵困基辅 差点将乌克兰灭国了 教训不能忘记 三 基辅防御占据了一定兵力 其中包括 乌军第九军和第十军 乌军陆军总司令部 乌军空军总司令部下辖部队 乌克兰内政部和乌克兰情报总局所属部队 此外还有数量不详的国民警卫队 四 乌军罗夫曼西部战区 以及敖德萨南部战区 包括赫尔松与尼古拉耶夫州 也有大量部队未投入战斗 提出以上因素 乌军在整个乌东 乌北包括库尔斯克战场 能够投入的总兵力约为40.3万人 远远少于俄军 11月1日 俄轰炸机频道证实 一架苏34战斗机坠毁 飞行员遇难 但没有说明详细情况 乌克兰方面也没有发表声明 这意味着 这架俄军苏34战斗机 可能是自行坠毁 拥有140架苏34战斗机的俄空天军 限仅剩100架左右苏34 以尽损失三分之一 此前 俄军米28直升机 米2直升机 安两飞机 在两天内连续坠毁 如今战机也频繁坠毁 足以说明问题 由于制裁和经济不振 大量俄军机 客机都存在备件不足 维修不善的问题 俄罗斯飞机坠毁 将成为常态 根据俄朝媒体的共同报道 朝鲜外乡催程机 今天下午 与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 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中表示 从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初 我们尊敬的领导人 就做出了指示 我们将不回头的 坚定的 有力的 永远支持俄罗斯军队 和俄罗斯人民的神圣战争 我们将坚定的 与俄罗斯同志站在一起 朝鲜和俄罗斯的关系 正在达到 无敌军事伙伴关系水平 此外 他还强调 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行动 朝鲜半岛局势 正处于非常危险和不稳定状态 美国和韩国成立了一个核资讯小组 他们密谋 对我国进行核打击 已经有三次了 美国的航母打击群 部署在我们的海岸 还有一艘核潜艇 从美国驶入韩国 因此 我们将继续加强 和打击暴富性准备工作 拉夫罗夫表示 两国军队和情报部门 建立了密切联系 这有助于解决安全问题 我们两国关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据俄罗斯商业咨询报网站 10月29日报道 俄罗斯一家法院 对谷歌罚款达到约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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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5位数字美元 远高于全球GDP总和 这笔罚款是积累四年的结果 报道称 2020年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 YouTube因为规封锁 多个俄罗斯媒体账号 被俄罗斯法院处罚 谷歌被俄罗斯罚款 35位数这件事 也让一个计量单位 建出现在我们的认知里 34个零为一件 谷歌被罚二件 如果对这个数字没有概念 那么用客作为单位来计数 太阳的质量是33个零 问题是 这样的罚款有什么意义呢 司法机关开出这种耸人听闻的罚单 还是法治国际吗 韩国军方表示 朝鲜星期四10月31日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此次试射很可能是针对美国本土的一种新型的武器 韩国联合参谱本部在声明中表示 朝鲜星期四上午70时分左右 从平壤一带朝东部海域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在飞行了约1000公里后 落入东部日本经济外海海域 朝鲜此次发射的弹道导弹 是一枚以高阳角发射的远程弹道导弹 朝鲜官方和朝中社报道证实 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了一次非常关键 旨在增强朝鲜和威慑力量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他在发射仪式上表示 这次试射是适当的军事行动 完全达到了向对手告知我们反击意志的目的 日本防卫大臣钟谷元对记者表示 这枚导弹可能是洲际弹道导弹及新型导弹 其飞行时间86分钟 超过了朝鲜此前导弹试验的相应数据 乌克兰外交部强烈谴责朝鲜在10月31日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 称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挑衅 破坏了朝鲜半岛及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声明指出朝鲜正在支持俄罗斯 不仅提供火炮和弹道导弹 还派遣军队协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此次导弹试验展示了朝鲜在导弹技术方面的 重大成果 韩国国防部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并呼吁全球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31日表示 俄罗斯和伊朗将很快签署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条约 这个条约与朝鲜签订的条约一样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洋表达了尽快签订条约的意愿 穆斯科时报报道称 穆斯科与德黑兰都遭到了西方与以色列等强大的外部压力 两国都有强化合作的迫切需要 11月1日 国家利益报道称 俄罗斯精锐特种部队在乌克兰遭受惨重损失 俄罗斯原本希望利用精锐特种部队在乌克兰轻松取胜 但五支特种部队屡中除役之外 其余均遭受重大损失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话 基辅和布达佩斯正在制定一份双编文件 其中涉及安全问题和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 泽连斯基称 该协议将有助于消除误解或应对当前 过去和未来挑战 乌克兰将允许不再提出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 同时安全问题将成为协议的组成部分 我们对匈牙利最基本的要求是不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 也就是说不支持不投票给我们 但也不阻止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宣布将在未来几天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 英国和德国将为乌克兰的海王星直升机配备现代导弹系统 但具体导弹类型尚未披露 乌克兰国防部国际防务合作局局长 Hennedy Kowalenko在基辅安全论台上表示 挪威正准备向乌克兰提供价值五一欧元的新援助计划 此外 挪威也准备效法丹麦 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 泽连斯基在接受韩国KBS电视台采访时宣布 乌克兰将很快正式请求韩国提供军事援助 请求将包括防空系统火炮和其他防御所需的武器 考虑到当前的形势 韩国几乎肯定会改变其现行政策 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泽连斯基还表示 美国新总统要么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要么削弱他 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 不会让我们赢得这场战争 泽连斯基强调 如果特朗普想获胜的话 迫使乌克兰付出一切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泽连斯基还表示 乌克兰不承认其备战领土为俄罗斯领土 无论谁在美国获胜 无论普京继续担任俄罗斯领导人多久 这都是不可能的 乌克兰已经坚持982天 不会轻易割让领土和投降 而俄罗斯不可避免的衰弱了 战争趋势已经加速 结果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